走完新藏县 在夜城修整了两天后 我们准备继续出发 今天的目的地是沙漠边缘的城市 土木舒克 早上起来之后就准备开夜城了 因为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所以这次也就不好好逛一下了 刚刚经过了那个新藏县 零公里的纪念碑 那个牌匾那块写的是昆仑第一城 所以说夜城这个称号觉得还挺牛的 昆仑第一城天路零公里 而且呢它还是核桃之乡 上次我们来这边是买了这个185核桃 纸皮核桃 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大家来到这边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边的纸皮核桃 一捏就碎 超级棒 我们现在就要前往刹车去吃饭了 因为早上起来之后 这边就不准备吃了 直接到刹车吃 今天是个大行天 前面这个天气是非常好的 夜城我发现它好像是 分城区又新城区 那现在刚下来零公里这一块 应该是新城区 再往西走个大概五到十公里 是它的老城区 老城区比较繁华的 但新城区住的这方面比较便宜 因为它这边的酒店可能竞争比较大 所以说大家如果来的话 可以选择住新城区这边 我们现在就走了 我们在从夜城前往刹车的路上 我感觉从西道下来之后 你再走新疆这边的国道 真的是太直了 好久都没有 你不用拧方向盘去拐弯或者怎么样 它就一条直道 直直的 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绿洲里没有出这个绿洲 所以两边都是住呀 种的各种瓜果呀什么的 那种相间生活的感觉 对这边呢我刚才还有人骑着三轮车 他们在拉水货 我发现这边路边的人 他们都特别遵守交通规则 大家基本上都在白线以外去骑行 而且呢每个人头上都戴着头盔 这个是我们之前第一次来新疆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事情 每个人都会戴头盔 在我们那边应该是不一定都遵守 虽然现在强制 但是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遵守 对 但是这边呢就做得很好 他们无论是驾驶人员 或者是乘坐人员都会戴着头盔 对 时隔大半年的时间 我没有来到的刹车 上次我们没有品尝这边的美食 这次一定要品尝一下 刹车其实它有名的美食特别多 但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烤乳鸽 当然呢它有很多种 有鸽子汤 烤鸽子 还有囊坑鸽 各种各样吧 但是万变不利其宗的主角都是鸽子 除了鸽子之外呢 刹车县呢还是中国最大的八单木产地 所以说大家来这边的话 一般也可以买一些八单木回去 水果方面它是甜瓜 也是很有名的 刹车甜瓜 来这边可以尝一下 哎呦我都已经看到甜瓜了 咱都传了翻也吃了甜瓜了 上次我们已经说过 刹车呢它是新疆人口最多的一个县 估计人口有87万 可见它的规模 87万翻到内地来说的话 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县城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四点了 烤乳鸽 我们来了 到达刹车县 我们才发现 因为古尔邦节放假 很多烤乳鸽店铺 都已经关门了 来到这个刹车最有名的烤鸽子店 它竟然关门了 因为古尔邦节的原因 他们也要过年休息 我们明天开始才开放 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得重找一下 不知道大家都放假了还是 我们现在看到路边的店铺 基本上都关门了 因为刹车县的 小腿民族是维吾尔族 能占到这边人口95%以上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都放假了 在城市中转了很久 我们来到了一处相对热闹的街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家 还在营业的店铺 我们现在到了刹车 好像是一个步行街一样 这里商铺挺多 而且建筑也特别的不一样 但是一大半都关门了 对 古尔邦街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的鸽子店很少 但我看 为什么有烤鸽子 我看这写的是鸽子汤 有烤鸽子吗 没有 只有汤 咱那 你现在哪有卖烤鸽子的呀 现在都放假了 都放假了 没办法 我们只能吃个鸽子汤了 主食的话是只有鸽子面是吧 对 有千毛骨拌面吗 没有 没有 一个汤里面是一只鸽子吗 还是拌面 对 一只 一只 一只多少钱 25 面5个 噢 鸽子面都是30 噢 那要两个鸽子面了 噢 要两个鸽子面吧 好 谢谢 谢谢 一碗鸽子面 上了一碗汤 但不太清楚是什么汤 这个是什么汤呀 鸽子汤 哦 鸽子汤 这是拌面时候用的吗 还是直接喝 直接喝 直接喝的啊 谢谢 谢谢 肉汤的味道 噢 这个就是鸽子了 嗯 谢谢 有点像小鸡 嗯 迷你的鸡 嗯 说到鸽子 上次吃鸽子的时候 还是吃粤菜 一般粤菜里面有一种烤鸽子 新疆也有烤鸽子 但两种完全不一样 粤菜的烤鸽子 好像是外面抹的那种蜂蜜 但是它这边是直接烤出来的 用鸡蛋啊 还有电粉 去糊到上面 我看它上面还有豆豆 鹰爪豆吧 鹰爪豆 鹰爪豆 也是新疆特色 我感觉 这个好像很清淡 好咪 好小 像小鸡 我感觉这个肉好嫩呀 超紧嫩 感觉它味道并不淡 好像腌进去了 像是烧鸡的味道 但是比烧鸡更嫩一点 我们的面上来了 它里面是 我也不认识的是鸡蛋还是鸡蛋 相似男朋友 然后鹰爪豆 还有就是鸡蛋汤 它就好像剪面 像我们那种酒夜面 吃完了 谢谢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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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鸡子汤出来了 吃完了鸡子汤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鸡子肉真的好嫩呀 而且它的肉比我想象中要多 我觉得对于我们西北人来说的话 这个咸蛋的口味是刚刚好的 对于南方的朋友 可能汤头稍微有点重 不过我觉得也是很好吃的 因为我们光盘行动 在新疆这边呢 有一句话 应该是全国都有这句话吧 宁吃天上飞一两 不食地上走半斤 也就是证明到天上飞的 因为它活动量比较大 像鸽子这种 它的肉就会比较嫩一些 现在 哎 还吃甜瓜吗 这不是烤饱 没吃饱吗 没吃饱 那差不多了 哦 要个俩烤饱子 买两个烤包子吧 哇 这这么大 包子羊腿 嘿嘿 三不三 老板 这烤包子多少钱 两块五 两块五 一百一 八块 拿三个吧 拿三个就 这个是包子的吗 啊 这个 在路边吃着烤包子 对 我们找了一个阴阳厨 这个包子肉还是蛮多的 这边的正常价 好像都是两块五 有时候会遇到便宜一些的 一块五 这么大的 酥酥脆脆 羊肉的 吃过饭后 我们离开刹车 因为这次的新疆之旅 我们主要想看看北疆壮美的风景 所以 在南疆我们也加快了脚步 服务局上个厕所 结果 结果被狗盯上了 咱这边还种的西红柿 在那种着的 随便吃 谢谢 快吃 看下 随便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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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都疯了 你这大西红柿 哦呦 哎 羊丝鸡蛋 我的天 太好了吧 但是这青色的也在吃不了的 你看这红色这 这都可以啊 人家有蜡子 辣椒 这个应该是这块工作人员在这种的 这是个好地方啊 我们现在在一个停车区 算是服务区 这个服务很到位 就还给你西红柿 其实是人家自己吃的 他们比较热心 然后说是 我们可以随便吃 拿一个这个吧 嗯 哇 那我们一洗这些就 嗯 洗都快尝了 搞完了 洗一洗西红柿可以吃了 它这个颜色感觉不是特别红 但是感觉熟吐了 你看 都炸了 西红柿味的 弄到这都弄到弯火 好着吗 好像感觉这个西红柿很新鲜 很浓郁 新鲜的西红柿 哎 这贼好 比咱卖的还好 哦 这比买的还好 这起码比西藏买的好 真的 而且 蜈蚣害 纯自纯天然 故意都没有打农药 嗯 在停车区休整一阵之后 我们就要继续向北出发了 从刹车县出来之后呢 就一直沿着欧乌省道走 走到这条路上呢 我感觉好像两边的这种小镇 就从来没有断骨 一个接一个的小镇 感觉这边的人口密度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其实这条路上路过了很多线 像我们刚刚路过的麦盖提 还有前面的巴楚 包括附近的这个阿瓦提 这几个线呢 有存在大量的刀狼人 不知道刀狼 很多朋友应该会想到那个歌手刀狼吧 其实呢刀狼在新疆呢 它是一个特定人群 还有一种特定文化 特定地域的称谓 刀狼呢 它是发源于13世纪的时候 13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了中亚地区 包括新疆 在14到16世纪的时候 蒙古帝国内部分崩离析 这边呢 也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小的部落国 每一个小的国家之间 他们相互征战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难民 而且很多贵族趁机在这个时候 拉拢了很多的平民 然后把他们变为奴隶 当时呢 很多人为了逃避这样的生活 就从富饶的绿洲逃了出来 走向了叶尔枪河的下游地区 那个时候叶尔枪河的下游地区呢 还是大漠湖洋 相对来说 自然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 就走向了下游地区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沿着这个叶尔枪河在走 看到的不是大漠湖洋 而是这样连绵不断的绿洲 也是当时的人们不断地改造生态改造出来的 其实呢 现在还有很多人自称刀狼 刀狼在曾经的意思是集中的意思 但我觉得现在刀狼已经变成反压迫的一种精神了吧 继续向北行驶 在一个小镇的路边有一处热闹的水果市场 我们随即停下车 准备在这里买些水果 我们现在到达了新疆喀什地区巴蜀县的 克里布亚镇的一个水果批发市场 这个水果批发市场呢 也是南疆地区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之一了 刚好现在是这些瓜果上市的季节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这边的价格怎么样 如果合适的话 我们就大吃特吃了 西瓜 哈密瓜 甜瓜 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 不过好像主要是这些西瓜和哈密瓜 瓜嘞 我搞起来 其实我是想吃西瓜的 但西瓜一个好大呀 吃不完 吃不完 只能挑那种小的瓜了 好多瓜啊 我们被瓜围了 不一样的品种好像 外卖外皮 我想问好我吃西瓜吧 走吧 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一公斤 一斤就是 9毛钱 拿一个小一点的 我现在就吃了 帮我挑一个可以吗 这是细细的 这个可以啊 甜的吗 甜吗 哇 甜的啊 那就拿这个啊 这还有两个 你选一个 为什么要配啊 这个吧 我刚才听这个声音好听 就拿一个我就现在就吃了 人呗呢 人呗一公斤三公斤 加人呗 这个一个吗 十块 一个十块 一个十块 对 零卖要贵这么多 人呗三块钱 三块钱一公斤 一块物一减 嗯 然后这一个是十块 五公斤四公斤 十块啊 这块都是匹发 其实咱来有点吃块 对 它匹发的话我觉得 它零卖好像要的 比外面的零卖还要贵 嗯 三块钱一公斤 但是 你要是批发的话 就是一块八 嗯 一公斤 一斤不到一块钱 这个价放到哪儿 应该都是比较便宜的 嗯 买过瓜后 我们找到了一处阴良地 准备在这里休息吃瓜 休息一下 来吃瓜了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了 但是这边天还是没有黑 我们一人一半直接用勺子挖着吃 咦 咋了 吹里头 那还没泡 一切都扎开看看 往开炸呢 耶 哦呦 好脆啊 美滋滋干瓜了 我印象中 我们从西藏芒汤吃了个香蕉 到现在一直没吃水果 对我们是一个月了 硬扛过来 现在终于到新疆终于可以大吃特车 除了吃肉还可以吃水果 对水果也便宜 还好吃主要是 在西藏这个得卖多少钱 二三十万 主要是你到西藏之后 它这个瓜都不新鲜 不好吃 这是最主要的 但是到这里呢 我的瓜就很香 瓜已经吃完了 那人也吃撑了 这个水真的好大啊 吃到你肚子里面感觉 肚子里面是鼓鼓的 也是西瓜的声音 一天都可以不用吃饭了 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吃大瓜 这种小瓜的话 吃到最后 它就没有那个甜味 吃完瓜之后呢 就继续上路了 我们要前往土木树克 对今天呢一天我们都在路上 从叶城到土木树克三百多公里 我走天天吧 南疆这边呢我们这次呢是不准备待太久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赶往库车 明天可能就能到库车了 南疆就简简单单的掠过了 我们要走独库公路了 对这一次我们的新疆之行 重点是北疆 夜晚我们到达土木树克 准备在这里加过油后 就要找地方录营了 你好 现在加不了油吗 明天是吧 哦好谢谢 甲不了油 明哥 这边有很多甲不了吗 这边看样子四个 俩脚有多么 就是滩熟清光 还是每天都加不了 难道不知道了 我们正在找露营地 发现了一个 废子 不知道是个什么厂子 好像正在施工这里 这还有篮球场 这像是个学校 足球场 这是个学校感觉 这是施工的学校 但是没有学少 你好 我要请问一下 就我能在这块搭个帐篷吗 学习会验行 我们就在这块 就想搭个帐篷 然后在这睡觉 咱这是个学校吗 二中 二中 嗯 好好好 可以的 但是明天就这么拔链 你要听不起 拔链听不起 拔链能起来 对啊 然后这是二中 这么大 嗯 几个捧学 你看像啊 我比很多大学都大 对啊 我刚才以为是大学 最终在城市边缘 我们找到了一处断头路 准备就在这里休息了 我们要开始打帐篷了 这个地方虽然不上很好 但是 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就不错了 24小时 洗漱过后 走在这座崭新的城市内 给人的感觉也是焕然一新 现在我们呢是在图木书克市 这个城市呢 它是一座冰团城市 也是我们路过的第一座冰团城市 我觉得图木书克这个城市呢 所有的路都是那种很整齐划一的 好像冰团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 因为以前呢图木书克它是一片荒地 是后人呢不断的吞啃 这里呢就变得这样生机昂然 这里呢也是在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吧 感觉 而且像它的城市名字图木书克 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呢 就是突出的一角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卡克拉玛尔干沙漠向西 还有突出伸出来了一角 就在这个城市的冬眠 马上就要吞没城市的感觉 但是在城市的东边有一道绿洲 所以说阻挡了沙漠的西进 这座城市图木书克也是由此而命名的 走在这座城市中呢 我感觉现在人好像不是很多 可能因为现在是早上 但是其实已经11点了 一般来说好像冰团城市人都不是特别多 但是这个城市有20多万人 已经算是在冰团城市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规模了 图木书克由新疆生产建设冰团管理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的 新疆生产建设冰团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图木书克 它是一座冰团城市 说到冰团城市大家应该都挺好奇的 总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机构吧 我们看新闻联播的时候 我都会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生产建设冰团 一般会这样说 31个省自治区 直下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冰团 也就是说新疆生产建设冰团是并列起来 和前面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一块说的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比较特殊的 为什么要分开说呢 是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冰团 它享受的省部级的待遇 所以说它的行政级别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新疆生产建设冰团呢 它也是有历史的 我们说到这个生产建设的时候 最初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新疆这边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设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冰团 它主要的职责就是囤肯戍边 为了增加这边的粮食供应 还有生产物资的供应 那那时候呢 不只是新疆有生产建设冰团 在全国很多地方也是有生产建设冰团的 只不过现在是只剩下新疆盛产建设冰团 这个冰团呢 它其实是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央政府双重领导的 所以说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而且它算是一个准军式实体了 在战事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去作战 目前来说还是沿用着一些军队上的建制 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图木书克呢 它是属于第三师去管辖的 它实行的是一个师师合一的体制 其实在新疆其他地方也是在北疆南疆有很多这样的冰团城市 他们都实行的是师师合一的体制 除了师师合一以外呢 在一些镇子它是有团部去驻守的 类似团阵合一这样一个体制 说到生产建设图墾书边呢 在以前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这个说法 其实呢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图墾书边 后来历朝历代也有在沿用 一直到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冰团呢 也算是一个图墾书边的职责 不过在这个冰团城市呢 你在平时的时候 你感觉它和内地的任何一座城市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你的生活该怎么样还是什么样 只不过可能它的行政体制是单独出来的 比较特殊一点 新疆生产建设冰团共14个师 主要起到图墾书边的作用 因为新疆与8个国家和地区为零 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多公里 所以这14个师就在边境或代开发地区 在图墾的同时守卫着地区的稳定 冰团土地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 截至2019年底拥有325万人口 相当于蒙古国的人数 新疆图墾书边事业渊远流长 从西汉图田书边开始至今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冰团坚持老五结合 自给自足 在保卫祖国稳定以及发展边疆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我们在图墓书客找到了一家凉皮店 千里之外吃凉皮 看着眼色就可以 它也一样 这看起来像棍棍的 吃过饭后走在城市里 就像置身绿色的海洋 完全想象不到 曾经这里是大片的荒漠 走在这座城市呢 感觉它的路是这种横平树直 正南正北的 好像棋盘一样 就像西安的路一样 正南正北 因为它是一座新城市嘛 02年才设的是 在之前的时候呢 这座城市它是一片大漠 可以想象兵团人最早来的时候 在这边打着地窝子住 慢慢慢慢的一座城市就拔地而起了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它两边的绿化非常好 我感觉要比很多城市都要好 可能它到春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会有沙山暴 但是不影响它的绿化是真的好 这个绿化真的是绝了 比很多南方城市都要好 你很难想象 这座城市曾经是一片大漠 然后到现在变成一座花园城市 在新疆这样的城市 还有十几座 所以说我觉得兵团人 真的特别了不起 一座城市 从零到现在这个样子 离开图木书克 我们要继续出发了 我们正在前往阿拉尔市 这旁边都是这种 光涂合身 戈壁滩 现在我们是刚出 重目书克 新疆这些兵团城市 好多都建在这样的 荒谬戈壁之中 对一出城市 立马就变成这一种荒谬了 也足以见得当时建这座城市 付出了多大的心血 因为当时兵团呢 他们是奉行这种 不与民争利 所以说他们就跑到这种 大漠深处去啃荒 确实不容易 你想在这么荒芜的地方 竟然拔地而起的 这样一座城市 我觉得人改造自然的能力 真的是太强了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